自1999年7月以来 在被迫害致死的法人工人士中 其中有些人被证实强摘了器官 这里警举三例 任彭武 男 33岁 哈尔滨市第三火力发电厂技术员 2001年2月16日 散发天安门自焚委案真相资料时 被忽兰县警察绑架 仅五天就被迫害致死 未经家属同意 警察将连彭武从咽喉至小便头处的 所有身体器官全部摘除 并强行火化 李淑源 女 51岁 辽宁葫芦岛市 台籍屯镇大荒地村民 2002年7月6日晚 李淑源外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未归 次日 尸体被发现 公安法医等未经家属同意 擅自泼开了遗体 心 肺 肝 肠 肠 胃等器官全部被掏空 用四五个袋子装着 随后 两辆白色公安警车 带着李淑源的器官离开现场 张延超 男 30 岁 黑龙江五常市拉铃证人 2002年3月28日 张延超遭当地警察绑架 3月30日被送到哈尔滨公安7处和610私设的银秘密摸点 遭刑讯逼供 次日死亡 遗体火葬时 拦了60多名鹤枪使弹的警察 家属发现张延超一条腿已断 从下颌开始 一条长长的刀口直到下体 刀口用麻绳缝着 胸腹部塌陷 脑盖被揭开 一只眼珠没了 身体多处没了皮肤 整排下牙一个没剩 哈尔滨公安7处 一名知情警察后来透露 相方趋压嘴圈 有一间地下人体检扑室 张延超就是在那里 被法医摘除了内脏器官 该警察说 将他亲眼所见的残酷迫害公布于众 也是为自己赎罪